好的 今天水氣依舊是偏多的 包含北部不少地區其實又下起了午後大雷雨 光是在桃園市大溪區它的時雨量一度飆破84毫米 復興區也是將近80毫米 下雨天真的令人很困擾 但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明天降雨終於要趨緩了 因為西南風減落了 水氣減少一些 所以包含中南部和全台各地的降雨都會趨緩 不過呢 中南部其實在清晨到上午這一段時間呢 仍然會有一些局部小範圍的短暫陣雨或者是雷雨 但是雨勢會比較小 而全台各地會因為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中午過後會有局部雷陣雨的機率 有可能達到大雨等級 但是雨勢不會比今天大 這樣的天氣形態將會持續維持到星期日 等到了下週一開始 因為西南風增強了 水氣又增加了 中南部地區會有局部的陣雨或雷雨 有明顯的雨勢 而其他地區也可能會有午後雷陣雨的發生 降雨的情況會比週末兩天更明顯 另外明天氣溫的部分呢 中南部的高溫將會落在30到31度左右 而北部東半部的高溫呢 則是大約32到34度 但不排除局部地區會再高個一兩度 但要提醒您的是 明天的紫外線預報 可以看到呢除了台中彰化是高量級 其他所有的地區通通都是過量級 紫外線的過量級也就是只要在大太陽底下待20分鐘 就有可能被曬傷 建議觀眾朋友如果安排出遊一定要做好防曬 上午10點到下午2點間最好別在烈日下活動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颱風的動態 颱風颱風在登陸南韓之後已經受到了地形的破壞 在今天清晨已經減落成熱帶性的低氣壓 而第七號的颱風蘭恩 它目前位置呢在距離台北東方 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 持續朝西北來前進喔 但因為沒有明顯的導引氣流 造成它的移動速度依舊是很緩慢的 而預報模式顯示它將在下周一到下周二上午 這段時間會接近日本本週 之後它的中心很有可能會登陸 也就是下周一的下半天到下周三 會清洗日本影響當地的天氣 提醒下周要前往日本的民眾 這段時間要持續的留意颱風的動態 由於明天是週末假日 很多觀眾朋友都會吸帶帶著人的出遊 我們也為你整理了各個旅遊景點的天氣資訊 像是北部的陽明山 明天是晴天 但是午後會有短暫的雷震雨 氣溫落在22到27度 南投的日月潭 同樣也要注意午後有短暫雷震雨的機率 氣溫大約21到28度 而南台灣的墾丁跟小琉球 都是多雲短暫震雨的天氣形態 另外在東北角的風景區 明天寝時多雲高溫上看31度 而花蓮的太陸閣則是多雲的天氣 氣溫落在26到31度 最後一起來關注明天各地的天氣概況 明天北部地區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氣溫大約26到34度 中部地區高溫上看313度 雲林線降雨機率較高 加以南地區清晨到上午 可能有局部短暫震雨發生 花東地區明天是多雲時勤的天氣 外島地區澎湖金門 明天也有短暫震雨發生的機率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提供給您 也祝您有個美好的週末假期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過分 中部亦期 中部亦期 感谢观看